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又不甘 你就去找那些害你性命的人 我 我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都给你烧 我给你烧 我给你烧纸钱 我 我都给你烧 我都给你烧 来 还有这些 这些美人 你随便挑一个 你喜欢哪个 我就给你烧哪个 完肥燕瘦有何异曲 我就要你 你愿有头 这家有主 你抓我干什么呀 你不是说舍不得我吗 怎么如今又怕了 有影子 那它不是鬼 有温度 有 有心跳 有呼吸 你 没有死 那太好了 很意外吗 当初是谁丢下我 你没有死真的是太好了 没想到她是真的怕我死了 我没事 但你还要抱我抱多久啊 玉佩 玉佩也没事 真的是太好了 你难道就只担心玉佩啊 也不全是 我怕你这完好无损的 开心还害不及呢 你们王爷说 你是不治而亡的 害我担心了好久 本来中了一箭 是快死了 但是北王又花重金 请了名医 将我救活了 他有这么好心 你不是说北王 人品贵重 英明神武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对他呢 又是有相思之意 又是有倾慕之心 怎么现在还说 人家不安好心啊 我呢是为了 打探你的消息 想出来的权宜之计 他那个人那么荒语 怎么可能是个好人 你看到的这些 都只是表象 你还没有真正了解过 北王的为人 北王这个人 不情好色 他还谋反 谋反 这上面可都是北王的罪证 这账本你从何而得 可还有其他人看过 北王身边的文书张大人 在封月阁 拿此账本做交易的时候 被我顺手牵羊了 这可是我的护身符 这何以就成了你的护身符啊 日后北王要是和我成亲了 他若是对我图谋不轨的话 我就亮出此账本 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阿月此发可行 只是这账本 会给你带来杀身主 线下这公主府 恐怕已经不安全了 怎么不安全了 你怕是已经被人盯上了 你以为这账本 能这么轻易到你手里吗 那 那怎么办啊 你有什么办法吗 去北王府 去北王府 到了北王府 北王定会全力保护你 毕竟这账本还在你手里呢 再说了 就算遇到什么事情 你我还能同生共死不是吗 我说王爷 您大半夜非要跑出去 这伤口虽然不深 但也需要静养啊 一个账本也能丢 有你们在我这伤 怎么可能好得了 对不住啊 王爷 我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拿了我们有意 透露给张大人的账本 有你们在我这伤 王爷 你说这会不会影响 我们的计划呀 计划乱了 可以再行筹谋 所以王爷是为了保护他 才让他提前入府的 他们姐弟 还是放在本王跟前 才让人放心些 看来这北王府 不去是不行了 那北王不知是人是鬼 如若对公主你不规矩 怎么办啊 那北王要是敢对我阿锦 不许规矩 我别让他血剑舞步 有此物傍身 想必他也不敢不规矩 这北王谋反 要是追责起来 北王妃必定会受到牵连的 公主 你真的要去做那北王妃吗 我要是不做这个北王妃 那北树人就会撕毁盟约 踏平整个东狱 到时候我们所有东狱人 都没有好日子过 而且 张姐也会被抓回来 那我阿锦不就是成了 整个东狱的罪人了吗 那小王子 你也是啊 别担心 有此物在 想必 他也不敢拿我们如何 他要是敢对我阿锦不敬 咱就交出账本 向北树皇帝 检举这个北王 对 那如此说来 这个北王府 是必须要去了 去就去 这北王是有点实力的呀 这院子打理的还行 这要是人品再好些呀 我就同意我阿锦嫁给他了 小王子啊 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讲的啊 有吗 就你话最多 我 阿锦 这好大呀 我说是 你怎么办啊 我看这房间挺漂亮的呀 我只是有点想家了 公主要是想走 千千都陪着你 阿锦 我听说啊 这个北王住西院 他把整个东院都画给阿锦了 这是不想让你见他呗 他不想见我 我还不想见他呢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院子 我们尽管享受就是 如此一来 铁矿开采一事 就有劳二位大人了 请王爷放心 就这边如果有点实心 不认为和他 很好的 神韩 不认为你 不认真 你对不认为你 postal 秦军 那还可以 一会儿 在新家两个会做冬鱼菜的厨子吧 她爱吃 是 还有何事 属下只是觉得 王爷对月灵公主的事情 还真是伤心哪 还得多亏了你 弄丢了本王撕开铁矿的账本 王爷 这月灵公主对文宇颇有好感 所以王爷想用文宇的身份 把这个账本给框下来 对吧 不是框下来 是 药下来 我 我 有一个侍女叫阿月 在来北硕的路上 获得文宇的照顾 于是她就心悦于她 昨日那位侍女偶然听说 文宇在风月阁遇刺了 就特别担心她 你没有死真的是太好了 可可 长公主如此着急 看来不是阿月姑娘心悦于她 而是长公主心悦于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冰见过王妃 我擅长梳妆晚计 如双见过王妃 我擅长整理清扫 我叫大丽 见过王妃 我擅长北朔 冬鱼 各种菜式 我叫大齐 见过王妃 我擅长北朔 冬鱼 各种点先 这北王在搞什么名堂啊 王妃 王爷说了 有什么吩咐啊 会用客气 以后他们四个就是您的人了 王爷有心了 王爷还说 这奴妃的一半交给您 人哪 放心用 这王爷还挺到位啊 辛苦闻管家了 王妃 人已交付 那我就先告退了 既然这样 如冰 如双 大丽 大齐加入我们之后呢 我们这个院子又壮大了 对了 不如今天晚上 我们就来一个 我们东鱼特有的迎接晚宴怎么样 可以啊 可以啊 真的 大家不用那么拘谨 都是自家兄妹了 我们东鱼啊 没什么规矩的 你们俩真壮 你们快点啊 把那个东西都拿过来 还有那个 如冰如霜 你们快点啊 不过了 这个家庭也好 特别香 这个也好了 大齐 我要吃超辣的 等会儿都有啊 大齐哥 来两串呗 都有都有都有 跟我来一串啊 大齐 你先跟我来一串嘛 先给王妃拿 大家都有 每个人都有啊 行 等会儿啊 都给我吧 来 来来来 都有都有 阿姐 你尝尝 我看着就好吃啊 我来一串吧 你来这个东西 你先到那边啊 好好好 王爷 聂辰 你有闻到什么味道吗 好像是 炙肉的味道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怎么了 公主在院子里大摆宴席 那香味飘得整个院子里都是 美人们都去看公主烤肉了 都乱成一锅粥了 一锅粥 公主烤肉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王爷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王爷 您赶紧去看看嘛 都来 都来 我们一起喝一个 来来来 来来 太好了 温宇 温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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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爷 王什么爷 这是我的好哥们文宇 你正回来了 走 喝酒去 馨姨 文宇是我的好兄弟 倒酒 干杯 倒马 好兄弟 我们甘奶相兆 不离不弃 干杯 你喝醉了 我醉了吗 不知道 我醉了吗 没有 没有 王爷公主不可能醉 你看 我就说吧 我真的不醉 怎么有三个你啊 一 二 三 王爷公主要忙 王爷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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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王爷公主 王爷公主 你 文宇 你真好 幸运游游过天边 细说这心事天真 剪不断人情似缠绵 就让爱恋心照不炫 欲言或红尘 听见看万千星或明眠 微红的双眼相似成肩 盘尽小明月落在你眉间 我愿和你相知到永远 许一场地老天荒的誓言 清风拂过童话线 落下了心愿 余生尽唤颜 我愿和你相守到万年 许一场凌落白手的双血 清风拂过童话线 回眸你轻轻轻唤 我一梦醒转如初见 你醒了 你醒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王爷为我们赐婚了 现下我们都已经成亲三日了 你竟还没有习惯吗 我 我们 我们已经成亲了 是阿玉和王爷说爱慕我 怎么如今都忘了 好 娘子 小心 好 公主 该起床了 公主 还好这是个梦 我怎么会梦到文宇啊 公主这是梦到谁了 赶紧起来梳妆了 没事 没事 倩倩 我昨天晚上 是怎么回到房间睡觉的呀 公主 我昨夜也吃醉酒了 醒来之时 你已经在屋内睡着了 更何况公主的酒量 还比倩倩好呢 可 可 是我自己回来的吗 文宇 你真好 我 我竟然调戏了文宇 会不得会做这种梦 公主你是做噩梦了吗 没事儿 这梦都是相反的 果然梦都是相反的 王爷 这王妃都已经入府了 您还要去美人阁吗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谢谢阿月进府了 还留这些美人怕是有危险 得去会会他们了 说得也是 想必王妃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快去吧 是 哎 郡主您这是 我扒回了住了 现在要去跟表哥请安 欢迎郡主回王府 不过您这周车劳顿 何不如先回去休息一番 表哥呢 他在哪儿 王爷他 现在不方便 表哥是不是在美人阁 我可是带着宫里的医职来的 要现在见到表哥才好 可是 你是想让表哥抗旨吗 不是 哎 郡主 郡主 表哥 表哥 王爷 表哥 你这个贱奴 竟然敢坐在我表哥腿上 你还不快给我滚 骆一你这是做什么 看来我不在府中这些日子 你们这些美人 都没规矩了是吧 王爷约跑啊 没有 王爷我们没有 就是 表哥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狐媚祸主 你们 你们还不快滚 行了 你们都下去吧 就是 你不是应当在宫中陪太妃吗 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听说表哥要娶嫂嫂了 骆一特地前来 给新嫂嫂请安 还有 你不会又要住在我府上吧 那是自然 我可是奉命而来的 表哥可不能赶我走 听说王妃昨日 与家婆侍女醉酒 此事都传到宫中去了 对了 我前来呢 是给王妃送个见面礼 见面礼 星亿呢 跑去哪里了 小王子好像去封月阁了 说去找什么 你杀手 王妃 这里面就是西院了 是北王殿下的寝殿 没曾禀明 不可通行 为什么呀 我们家公主 可是你们北淑亲定的 北王妃 还不能随处逛了 此地不可随意闯入 你是谁啊 我们家公主可是北王妃 正因为你是王妃 老奴才要阻拦 王妃 这位是宫里来的董嬷嬷 董嬷嬷 是太妃特意派来 教习您北淑礼的 什么 教习礼 什么礼呀 慢走啊 公子啊 里面请 请问您想要 拿苏妮姑娘出来见我 真是不好意思啊 苏妮姑娘今日休息 不如看看我们其他姑娘如何 苏妮虽然休息啊 公子执意要见 那还是能见的 你这有一天 你这一天 一天 这一天 我 我 宋聂 这位贵人 你今日可要好好招待 知道了吗 是 还笑 不是你从马上把我扔下来的时候了 是吧 演得可真好 苏念不知公子在说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公子 今日是想听曲儿 还是看舞呢 别胡 你杀手 今日就你我二人 不要再演了 来吧 好 公子真是幽默 小女子只会跳舞 可不会比武呢 你干嘛 公子 这舞可还满意 不 不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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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真的认错人了 看来你杀手 真不知道 我 停停停 再走一遍 停停停 这要有个战相 几手投足间要有优雅 把手放前面 肩膀放松 请知料办 抬起头来 我这十多年来都是这么站的 没觉得有问题 那是你们东宇人不懂礼数 没规矩 礼数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服穿 要我看 这礼数不学也罢 你 你真是岂有此理 老奴此前可是只教后宫妃嫔的 还没人敢拒绝我的课 请王妃给我站好了 哼 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碰到我 我可不是什么温顺的北朔女子 就是 哟 这就是传闻中的冬鱼长公主 早已听说威蓝嫂嫂是冬鱼最娴熟 惠至蓝心之人 怎么 连路都走不好啊 你是哪位啊 我们洛伊郡主是镇囊王的亲妹 你是北王最疼爱的表妹 我们公主跟你说话了吗 你在这儿插什么嘴 倩倩 退下 她们不懂规矩 我们不能不懂 洛伊郡主如此阴阳怪气 我看你的家教也不怎么样嘛 我 小嫂我大气 把嬷嬷让给你上上课怎么样啊 你 你才没家教 你才没规矩呢 给我北王哥哥丢了这么大的人 都传到宫中去了 我在千般不好万般不好 那也是你的长辈 轮不到你这个晚辈来说教 我真该把你这副嘴脸学给你那个什么 疼爱你的北王哥哥看看 看看他怎么说 你 好 王妃说得不对 你敢 那我们走着瞧 看我敢不敢 倩倩到送客 是 做个北王妃 学这个学那个的 这北说怎么那么多的规矩啊 我好想家啊 在想什么 吓我一跳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最近在学规矩啊 感觉如何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北叔 为何 你不太适合了 董摩摩之前可是跟在皇后身边的 跟着她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你们北说的规矩实在是太难学了 我还是喜欢我们动于 自在平等的生活 想家了 我们安排在北王府的美人 已经被诸出府了 你不太适合了 又毁了一副好字啊 你个废物啊 北王府加强了守卫 我们的人不好再进去了 连一个小小的北王府你们都进不得 丞相息怒 属下已经安排妥当 一切都在部署之中 周时宇 看来是不想藏的 什么人 灵溪 苏念姐姐 你竟还记得我 多年不见 苏念姐姐出落得 越发美艳无双了 难怪这上京城的公子王孙们 一帜千金 只为见姐姐你一面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我执行的 都是见不得光的任务 自然是比不得姐姐 在这封月阁的日子舒坦 我在这封月阁趋翼逢营 日子也并不舒坦 我此次前来 是奉主人之命 协助姐姐完成新的任务 协助 主人虽然生气姐姐上次任务失败 但还是肯给姐姐一次机会的 竟是他 此人之前来过封月阁 他拿走了主人要的账本 我们此次的任务 便是找到他 拿回账本 承蒙主人不弃 苏念定不如使命 公主 真是奇怪了 以往那嬷嬷早就来了 这都是上三竿了 怎么还没来啊 我倒是希望嬷嬷不要再来了 她的那些规矩 都快把我折腾散架了 嗯 公主 李那人怎么来了 我 参见王妃 怎么是你啊 怎么不能是我 王妃 今日王爷特意来让我传话 说王妃学业有成 董孟孟已经回宫复命了 意思是 我以后再也不用选李了 啊 是的 王妃 为什么呀 是王爷亲自下令的 想必 是王爷心疼王妃 其他的 属下就不便多问了 好 知道了 那属下 先行告退 嗯 zna 不用学了